下手啊 这个很重要 明星见性之后 我们的肉眼 我们的天眼 我们的法眼 我们的慧眼 我们的佛眼 立刻就会清静 就会聚足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只看到 我们势力所及的地方 我们吉里地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太近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对吧 当我们明星见性之后 天眼巨变了 对吧 释迦牟尼佛 这个 在《维谋经》里面说 我观三千大千世界 如掌宗观阿摩罗果 一个小理智果一样 那才叫真正的天眼 对吧 那么 法眼 法眼 法没有实在性 就是法眼吗 慧眼 就是具备这种 能够观测到事物 没有实在性的能力 就叫慧眼 佛眼 究竟圆满 对吧 我看到了 就没有实在性 那么 如此具足圆满 所以 楚慕 就是菩提 我看到的 就是解脱 我看到的 就是自杀 跟一真法治 跟明心 见性 完全相应 若言 无非佛性 佛性就是 我 就是空性了 对吧 由此 正得 五种 金刚之力 那其实是一种能力 什么叫金刚啊 金刚不坏 其实就是 跟空相应 就是不坏 金刚 波罗波罗蜜 其实就告诉我们 这个空啊 就是一种金刚的性 像金刚一样 无坚不吹 没有烦恼 不可以去化解的 那么 那五种金刚力呢 第一种是 性的金刚力 信心的建立 信心的力量 那么 永远相信 自信 是佛 自信 是空 自信 就一定是佛 所以我们说 自信众生 寺院段 自信 烦恼 寺院 段 自信众生 寺院度 自信 烦恼 寺院段 自信 法门 寺院成 自信 佛道 寺院成 那无非就是一个空 自信 没有实在性 没有实在性 你就不再执着 就会是一种能力 这叫信力 所以 要坚信 不移 你不要向外去寻找啊 寻找什么呢 民实 失度 务实 自度 你自己不改变 那谁有办法呢 对吧 我吃饱了 我说我替你吃饱吧 你不干的 对吧 你肯定说这个你吃饱了跟我没有关系 那怎么没有关系呢 我替你好了 你不干的 对吧 所以还得自己要有信心的能力 这是第一 第二 尽力 对一切法 永远不离开自信 自信是空啊 所以尽力 这种精进的能力 第三是念力 唯念自信 常住自觉 自信是什么 是空 所以我永远都不要执着自己 当然这种能力是慢慢训练的 第四是定力 自信本空 所以我要怎么样 永远不动摇 于是你就会怎么样啊 实时自在 实时安详 有抵抗力 有免疫力 有消化能力 第五 会力 自信之妙用 这种妙用就是空啊 空我不执着啊 但是我不执着 我可以面对啊 所以心如大圆镜一样 对吧 这个镜子往里挂 好啊 你将三来 你是走 没关系 来了就来了 走了就走了 来了的我没有拒绝 走了的我没有挽留 那好啊 那你自在了 所以这五种金刚力的获得 需要我们长时间的训练 锻炼 没有这种训练和锻炼 你怎么会纪别你 对吧 那么像这样 微妙不可思议的 殊胜的 清净的功德 只有清正 才可以获得 昨天我们说 如银饮水 冷暖自知 有没有收获 你自己是知道的 对吧 所以佛教讲一句话 说不要自欺欺人 自己欺骗自己 也就欺骗别人 讲你自己消化了的佛法 当你讲给别人听 别人有互动的时候 你自己将会更加的增上 这叫做利他自利 自利利他 绝对不是靠着常识 就能够猜测得到的 我们今天学到的 不过是知识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这是文字般若 文字般若告诉大家 是实相是真相 但是你还要开步走 才能够离真相越来越近 否则 说实不保 属人财宝 与你何干 没有用啊 哎呀 我说那个很漂亮 很美味的饮食啊 很好很好 那个佛法还很好 但是 你没有吃啊 属人家的财宝 那不是你的呀 与你何干 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正道歌 就要把它变成自己的饮食 变成自己的财宝 自己来享用 当然你自己受用了 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没有问题 你不会缺少 只能使这个佛法 更加的怎么样 圆满 使更多的人受益 那么下面 正道歌原文 静里看行 见不难 水中卓越 真因德 那么他告诉我们 明心见性的人 就会以平等 远离执着的心 就会平等 远离执着的心 来显现用心 如尽的妙用 心嘛 对吧 本来是没有执着和挂爱的 好 对吧 所以你来了 我接纳你 你走了 我不挽留你 我不挂爱你 自在 对吧 圆距的时候 我要珍惜 圆散的时候 我不挂爱 也不纠缠 那现在来了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高兴 走了的时候 我们悲哀悲伤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是在自己的哭声中走来 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去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生命的真相 那么我们要用心如镜 这样来展开佛法的妙用 就如同明镜高悬一般 高高的镜子悬在那里 刚才我已经引过这个例子 好啊 无物不见 所以 你阿猫阿狗来了 这个镜子也能够显现出来 你是人来了 佛来了 也能显现出来 那么小根智障之徒 用虔诚援影的表层意识 有障碍的人 对佛法没有通达的人 就会用虔诚援影的表层意识 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 往自测度佛菩萨的智慧 那怎么样啊 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来衡量佛菩萨 就是那样的 错 那么 错在哪里呢 就如同水中捞月一样 就如同捕风着影一样 对吧 一群猴子 有一天 在这个水边上 在树上 猴子愿意上树嘛 对吧 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习性决定的 突然间往水里一瞧 问题就出现了 他们就惊呼 哎呀 月亮掉到水里了 这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要拯救月亮 于是 猴子有技巧 对吧 就是 第一个猴子 把那个树叉紧紧的抱在 那个怀里 第二个猴子 就抓住第二个猴子 一起 一个猴子抓住一个猴子 最后 最后那个猴子到水里去捞 捞月亮 对吧 折腾半天 月亮没有捞出来 那个树叉断了 这一群猴子怎么样 都掉到水里淹死了 水中捞月是没有意义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捕风作业 捕风作业 没有意义 捕风作影呢 没有意义 你抓风 你把那个风抓住 你把那影抓住 能抓住吗 抓不住的 所以呢 我们一厢情愿 所以怎么样啊 徒劳无疑啊 毫无价值 纵使是有缘得到大德的指示 大德的开示 大德高僧的开示 法师的讲法 也应该是 怎么样啊 认为那不过是指头而已 那不过是工具而已 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工具 达到改变我们烦恼 改变我们生死的能力 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指头 把这个工具当做了根本 那你会迷失方向 那是错误的 那你就学佛 反被佛法所障碍 那是毫无价值的 所以说 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后遗症 我们应该善于 接受消化 受益佛法 来改变自己对烦恼 对生死的挂爱和执着 那么下面 郑道哥的原文 常读行 常读步 达者同游 涅槃路 那么就是告诉我们 明心见性 明自己的心啊 没有实在 了不可得 事物的本性 没有实在性 就会确证 佛性 佛性就是空性 就是无所得 那么如此 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就会同事物的真相 去相应 也就是实际礼地 也就是本地风光 就是如来藏 就是真如法性 那么就是一个 真正的禅修的人 在禅修上 有开悟的人 如此 我法二职 就会改变 我职和法子 就会改变 我们职着我 职着外境 这都是障碍 那么如果 我法二职 已经改变 那么如此 理事二障 也会改变 对佛教的理 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理 活学活用 是要面对现实 那么这两种障碍 就会改变 如此 我们虽然行走在闹市 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这样我们要面对现实 你会到商场 到市场 对吧 你会面对人 在闹市之中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因为你的心 没有执着和挂碍 那么也就如同 入于无人之境 你没有挂碍 由他人多人少 无所谓 由他喧闹繁华 无所谓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世界 但是前提是什么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何妨 春有百花 秋有月 何妨 夏有凉风 冬有雪 那么你为什么说何妨呢 因为若无闲事挂心头 你不要去 光害说他好 他坏 那你得接受他呀 对吧 我从最遥远的 中国 哈尔滨 那叫冰城啊 我来到这儿就发懵啊 可我得接受他呀 如果我抱怨 那我折磨自己 我得接受他 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吧 那么 我就是自在的 如果我不接受他 我一再的抱怨 那就是苦恼 那就会更热 心静自然凉 那就调整了吗 对吧 那么 游弱独行 独步一般 对吧 虽然在 那么多喧嚷的人群之中 你同样感到了孤独 意大利的 这个 著名的电影演员 叫圣索菲亚罗兰 对吧 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 十几万人 见到他的时候 欢呼啊 欢呼 他说 此时此景 我感到了真正的孤独 谁能真正的理解他呢 不一定 别人只是看到了他的 怎么样啊 他的美 他的漂亮 他的青春 可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 此时的心境 释迦牟尼佛又有神 又有谁能够真正的理解他呢 很少 所以他是孤独的 能人寂寞 圣贤的事业 往往别人无法理解 无法分享 对吧 所以 他是独行 独步 就是特立独行 当然 这种特立独行 就是一种自在 潇洒的 行走在 心里没有生死 没有烦恼 没有挂碍的 解脱的 大道 那么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的 和佛法完全相应的人 也就是 明心 渐性的人 如此 对吧 才是 不须此行的人 只有这样 才是 解脱 自在的人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道 速往无量攻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和尚 摩和般若波罗蜜